大家好,今天會講回Google Form 內一些不同的問題類型 而我們今天主要會去看五個 分別是簡短答案、段落、單選按鈕、選框和下拉式選單 好,我們首先看第一個 簡短答案 顧名思義,我們用戶可以輸入一些答案 你可以看一下Preview 好了,這裡會見到我可以輸入任何東西,包括英文字 數目字,甚至乎是中文字都可以 這個就是簡單 但你見到其實它是會一行過的 當你按enter的時候,是不能夠處理的 而那一行過的答案就可以寫幾場都可以 好了,接著我們就第二個 就是一個叫段落 其實跟剛才我們的 短短答案差不多 不過段落就是可以容養我們打大段一些東西 例如可能是打一二三 當然,也是支援中文、英文、數字符號等等 好了,第三個就是一個叫單選 單選相信大家很熟悉 就是我們的考試多項選擇題 你會見到我們是支援了 可以有很多選項,不一定有四個 好了,而每一次用家只能夠選取一個答案 不能夠選多一個答案 好了,而第三個就是一個叫選框 什麼叫選框呢? 選框有些類似 有些類似這個多項選擇答題 不過呢 選框就是能夠 融讓到我們可以選多一個答案 選多一個答案 好了,那我就先拿走了 讓它拌一拌 等它拌一拌的時候,我們在這裡 譬如說 我是選項一 你同時間 都可以選擇選項二 選項三 可以多於一個答案 好了,去到最後 就是一個叫下拉選單 那下拉選單其實 跟多項選擇答題 我們剛才說的單選按鈕 是有些相似的 只不過 顯示的形式就有些不同了 顯示形式 在這個下拉選單裏面 你會發覺 我們剛才如果是單按鈕那個 我們能夠一次過看完所有答案先 但這裡我們就看不到答案 我們要按下去 慢慢才看到原來是有什麼選項 再去選擇 這個就是我們有幾個五個不同的選項 當然,除了這五個之外 Google Form 還提供了很多不同的選項 但今天我們就不去到講了 希望大家可以學到這五個選項 那